115 大公報 台退役將領於兩岸共寫抗戰史 2015年7月13日台灣新聞A16 大公報信 據中新社銀川報導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抵禦外族侵略的全民族戰爭 是大家共同的奮鬥史 兩岸現在可以共同研究 書寫這段歷史 台灣退役高級將領 華市民教基金會董事長周榮生 更一在銀川參加程系思勞 牽手寧下 兩岸文化聯義行 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作上述表示 周榮生1940年出生於四川成都 父親當年是成都空軍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 在哪個炮火紛飛的年代 許多人顛佩流離 朝不保夕 印成都有清容成 故鄒父為他取名榮生 炮火紛飛顛佩流離幼年時期的鄒榮生 印象最深的是日軍的飛機經常從頭頂上空飛過 炸彈爆炸聲震以肉龍 由於日軍的封鎖 物資只能通過空頭等方式艱難進入成都 所以他小時候常常只喝米湯 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狠落後 與日軍交鋒時損失慘重 周榮生說 日本侵略者對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傷害 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這段歷史 避免悲劇重現 1945年 中華民族取得了抗戰勝利 原以為將開始安定生活的鄒家 卻因國共內戰的爆發而不斷搬家 西安 南京 紐州 在大陸就讀小學的四年多時光 周榮生在三個城市度過 國民黨軍隊敗退台灣那年 九歲的周榮生隨家人從廣州坐船前往這個陌生的島嶼 當時我以為這輩子可能永遠再也回不來了 他向記者回憶 當年蔣介石宣稱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四年成功 很多老兵心是故理 但幾十年都回不了大陸的家 在台友沒有親人 肯是淒慘 初到台灣 周家的生活並不歡愉 周榮生有三個姐姐 兩個弟弟 為了減輕家庭負擔 他選擇就讀軍校 畢業後當軍人 擔任軍職四十餘年 周榮生見證了兩岸關係重緊張對峙到和平發展的過程 但特殊的軍職身份使得他早年一直難以登陸 直到他退役後 廣州之別後 周榮生再次踏上大陸 已是半個世紀過後 2001年他繞到香港 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才到達上海 全民抗戰大家有公故土的變化 讓周榮生感到驚訝 改革開放後 大陸發展很快 各地很平穩 人民很歡樂 軍力很強大 對外有地位 他說 這是中國人的光榮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 兩岸都陸續通過舉辦研討會 展覽等活動 緬懷先烈 期盼和平 出生於戰爭年代 周榮生非常珍惜現在的生活 周榮生表示 無論是抗日戰爭 還是國共內戰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災難 和平來之不易 都要配家珍惜 兩岸學者可以一起坐下來研究 書寫抗戰史 這是全民族的抗戰 功勞大家都有 周榮生說 生於和平時期的青年一代 應該了解中華民族過去的苦難歷史 將來為這個民族作出自己的貢獻 作為貢獻 奪弹 百排 百排 百排